今天市政府在這幾年收到來基盤到光芝飲舞更新的時代 不只是上當受到民眾的合併 還在到國際兩行世界大眾 今年當的光芝飲舞因應的疫情 在11月1號分別安排到北鄉歐公園和坎農橫区 用相組的方式來頂到 以做好方法領領向行來作為主要的進行 結合到時刻、聽到 甚至又憑得到美頂頂的成功效果 就為民眾多來不一樣的更贏會是誰的 光芝飲舞都今年在加二次北鄉歐公園基盤 為期三十二天總共起因超過八十萬人出入 今年完本幾月未在來中秋年假來期限 但市區因為疫情應用 加上要配合中用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 以後也會優先 電視的時間對十一月一合到明年的一月 設置十天晚上六點到十點 以減少整體分析電視 優等時間的風險來基盤 今年的光芝飲舞我們即將在11月1號登場 但因為考量到疫情的不確定性 所以我們今年採用低維度的方式來進行 那整體的構想主要是以做好防疫迎向幸福 分別會在北鄉湖公園跟卡諾園區更有一個光影藝術的裝置 我們希望藉由光跟影的熱帶給民眾希望讓我們的疫情早日平息 北鄉湖東區一步步圍營 齊羽來作為主題入獎 表達風越參加時間去趕快 隨時都需要小心應對 在北鄉湖高英埔記號廣場作為電場 在這裡說到來保釋三十二座的雅公社員記 提出民眾面對疫情不可以放鬆 只有小心行好每一步才能抓一支回歸正常的生活 另外在卡諾園區就是以步步為營 穿載來作為主題入獎 利用卡諾園區中山路和喧民路路口說到 透過營光的道下活動增地 民眾在電區當中每一步 臉民就會贊宏輝瑞 當時結合到港議室網球完胸 因為沒有放棄的拼真心 共町市民愛林集團結局中 連手怕過得疫情科研 一步一步贏向幸福 世新新聞 中町孫王修三 港議室 蔡宏報道 今年因為新冠肺炎疫情挑戰更大 衝擊了產業 衝擊了民生 更衝擊了我們的生活 在疫情稍微緩和之後 發放名單我們會由市府統一來造冊 領取通知單在10月23日會由里長 里幹市送到市民的家中 我們可以在10月30日 31日 禮拜六 禮拜天 這兩天會在全嘉義市所規劃的 119個發放所 所以要拜託我們的鄉親 在早上8點半跟月報四點 在這兩天可以前往到現場去領取 第二個 如果你在10月30、31日 這兩天沒有辦法配合 你可以利用我們11月30日 我們11月30日 有四個禮拜 這四個禮拜 拜五 拜六 總共有八天的時間 方便我們的市民朋友 前往你戶籍地的聯合禮辦公處來領取 那領取的時間這又有點不一樣 是早上9點到12點 下午2點到5點 前面所說的兩個 如果你都沒辦法到現場來領的話 我們還有第三個方式 市民朋友 你可以選擇在11月15日到11月27日 提出轉帳的申請 那申請表 你可以到市府的網站來下載 填好以後 還要減付您本人身份證的銀本 還有您本人的台灣銀行 或是郵局的存責封面銀本 將這些資料一起在11月27日以前 送到或者掛號郵寄到 東區西區的護證事務所 東區西區的護證事務所 以郵戳為平 那我們的款項將會在 110年12月20日以後入帳 底下我們也要特別說明 我們發放的對象是誰呢 就是110年8月24日 以前涉及在嘉義市的市民 那也包括了8月24日以前出生的新生兒 但是你只要在11月27日以前 辦好出生登記並且入籍嘉義市 您也可以領取 提醒市民朋友 領取人你必須要年滿20歲 還要記得攜帶通知單 身份證的證本和印章 如果委託他人來帶領 受託人你要攜帶通知單 委託書還有委託人的身份證證本 以及受託人的身份證證本和印章 我們提供這三個方式讓你來選領 但是預期沒有領取 或者預期未申請轉帳 就是視同放棄 最終的截止日是11月27日為截止日 請不要忘記